在这次国足激情当中,四名国庆队的跳级生备受关注 其中来自柳能足校的乌仁和买提江莫扎帕 更是有幸的成为了国足历史上首位维吾尔足国奖 自从在去年全运会展露头角之后 买提江这名从未打过职业联赛的小将 迅速完成了从足校到国庆再到国足的三级跳 别看在场上作风顽强的买提江表现得游热有余 但是在面对记者采访时 却表现出了他这个年龄应有的羞涩与紧张 这次能够入选国足 买提江说他最感谢的就是一直培养他的乌能足校 而他也希望用自己谦虚扎实的表现 来回报学校的培养和国足教练组的信任 尽管因为报名的原因 包括买提江在内的四名年轻小将都将无缘东亚四强赛 但高宏波还是希望通过在上海的集训 他们当中能有人像当初张银鹏那样给他带来惊喜 这四个年龄球员坦白的讲我们也是今天才开始看到他们的身体状态 集站水平 这个十天的上海训练 关键是了解他们 也是让他们熟悉我们一些集站水平的要求 记者马金 徐骏 金山报道